全身是套战满泥泞 两名园警带着这名男子摸黑爬山 寻找被他偷偷藏起来的11万元赃款 原来是一名蔡姓讲师带着其他退休教师 到太鲁阁国家公园登山 途中三名队友落单 心急的蔡姓讲师放了包包 就急忙出外寻找队员 谁知道队员找回来了 装有超过11万元团废的登山包 却不翼而飞 另一边在桃园平镇的两名清洁队员 搬运废弃家具时 竟意外发现80万现金 历经好一番功夫 在警方陪同下将现金勿归原主 那经我们联系当时请清洁队 清运的周先生 周先生表示他是受另外一位 施小姐所托 那我们在经由清洁队找到这笔80万 然后再请施小姐从台北过来确认 并清点 然后完成这一件不可能的许任任务 以及实惊不昧的美心 施小姐表示 这次过世数年的哥哥藏在家中 原本也不知道有这笔钱 非常感谢清洁队员同样捡到钱 清洁队员货班时经不昧奖 得到施主真挚感谢 而据为极有的许姓嫌犯 不但得归还赃款 还被依侵占罪起诉 记者五彩讯刘志展花莲桃园采访报道